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幸福研讨会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主题 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回应了 2000年前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 那我们怎么样一起传飞音 那我们怎么样一起成长 我们怎么一起往前走 那当然我们今天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除了传飞音以外 我们跟传飞音更好的结合 我们就是属灵祷告同伴 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传飞音的时候 一个人常常会非常孤单 有的时候你传完以后 后面牧养的时候没有跟上 那怎么样让传飞音呢 更加的持久有效 那其实我们是双管齐下 这就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那我们是一起同步往前走 那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主题 叫子力型的教会团契 那上次我们讲到了教会的团契生活 讲到了三个方面 那我们讲到了这个祷告 还有团契 还有就是使徒 那当然他的使徒并不是说 你要成为一个职份上的使徒 而是我们要被拆钱打发 那么今天想更加聚焦的一节经文 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8章 18到20节 那我们参考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九章 第一节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读一下 马太福音18章18到20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地求什么 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那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 耶稣叫起了十二个门徒 给他们能力全病 制服一切的鬼 医治各样的病 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 医治病人 这两节经文 那刚才我也在思想一个 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为什么 全球有一个很大的疫情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上帝 要让教会知道 什么是小团器 我们以前只知道大教会 不知道小团器 所以说你会发现 无论是在美国欧洲 还是在亚洲 大家好像都在追求一个 大的一个思维 那特别在中国大陆 这个经济发展 这快速十年当中 很多的教会 也是非常的急 他们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 也就想学习这个西方的 这种堂会制的模式 当然我不说堂会制有问题 只是说堂会制 从体制上来讲 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体制 但是怎么样更加细节化 那中国教会在这十年当中 也是在走这种堂会的路线 结果呢 把这个更小的这种概念 慢慢慢慢丢失了 那结果呢 没想到就是 最近这几年逼迫非常严重 又加上疫情 是雪上加霜 那现在在中国大陆的教会 你人太多的聚会 根本都不行 马上就被 可能会被别人举报 甚至可能就会派出鼠子过来找你麻烦 那就是越来越小了 现在就是教会就变成 非常非常小的一种 团体的一种形式 那这样的话呢 才比较安全 有一天教会有可能 逼迫更严重的时候 或者说环境更严峻的时候 可能最终真的就变成了 两个两个的处去了 因为你人一扎堆 就容易被逼迫 刚才我还突然想到了 以前在中国 那个严打的时候 中国大陆严打的时候 在村上面 如果你有五六个人 扎堆坐在那里 比如说打麻将 马上警察就过来 把你抓到这个派出所里面 打一顿 那就是严打是什么 就是说不允许太多的人在一起 基本上你有五六个人以上 基本上他们就会把你抓起来 那就觉得你们是什么 什么投机取巧分子 然后聚在一起 是不是要聚众闹事 等这种现象 所以说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种现象 就是说 这个世代的这个局势 越来越好像 人多的时候 就不太方便 但其实上帝也会 使用这样的一个环境 更好地让教会 找到教会的定位 那所以说有些教会 大的教会 会提出来一个概念 什么 大教会 小团契 是不是 有些大教会 他们怎么样能够 做得更好的 往前走 怎么样更好的和神心意 所以他们就提出来 大教会 小团契 那其实就是说 教会你会发现 小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那有的说 小组化的教会 我们可能听过很多的概念 小组化的教会 我想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什么 小组化中的小组化 我们要在小组当中 还要在小组化 那一个小组 一般是十二个人左右 但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更加小组化的 就像刚才讲到了 两三个人 你就可以开始了 这叫做小组化中的小组化 那我们知道 我们人都 对这种大 都是有一种追求的 但是呢 上帝并不让我们追求大 而是要让我们追求深 你怎么样才能够深呢 深的话呢 你只有两三个人 你的分享 包括你们的团契 你们在一起的这种了解度 那更 并且同心合意的往前走 他才有深度 否则的话 其实十二个人估计 我们互相了解 就很多的困难了 包括我 作为这个牧师来讲 那我常常有的时候发现 其实我也只能 跟几个人的关系 比较近一点 我不可能说 我跟所有人关系 都非常的近 了解都非常的深 当然我是尽量 就是服侍 每位弟兄姐妹 但对于 人的能力上来讲 真的是非常的有限 你的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真的是 有的时候 你再用能力 或者你的时间 安排管理再好 你会发现 你还是有些事情 你是力不从心的 真的是我们叫 怎么样让教会的团体 变得更加的深 这是我们教会的目标 这是上帝 在两千年前 耶稣基督就已经 告诉我们了 耶稣基督 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所以在上次的分享当中 特别讲 耶稣你看跟五千人 跟四千人 上万人 但最终 耶稣更多的时间 是留给了三个人 就是彼得 雅各和约翰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 你们两三个人 耶稣加上三个人 四个人 是不是 那就是非常小的一种团体 并且有非常深入的带领 深入的相交 并且有非常深入的门训 这都是一个非常深入的 这为什么 最后耶稣所建立的这个小团体 却影响了整个世界 你看彼得 雅各 雅各 约翰 最初使徒时代的教会 是不是这三个人出来的 你去看使徒行传 最开始的使徒行传里面 讲到这个复兴 初期教会的大复兴 第一个就是彼得站出来 然后雅各也站出来 约翰也站出来 他们三位开始建立了 初代教会的一个雏形 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 然后就继续地往前走 那当然就是雅各 第一个卫主殉道的 雅各他先卫主殉道 但是后面 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小团体 慢慢慢慢成立了更多的小团体 那初代教会 逼迫非常严重的时候 他们都是在家里聚会 就没几个人 可能他们就这几个人 他们就可以开始聚会了 所以这就是 神给我们的一种 引导和概念 那我们今天分享的 这就是叫子力型的教会团体 就是子力 你别看这个种子非常的小 耶稣说你们要像子力一样 埋在地里死了 就可以接出许多子力来 虽然看着小 但是呢却为主可以做大事 这就是上帝真的是很奇妙 却把他的国度 托付给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团体 那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 子力型的一个概念 那么今天主要是透过 刚才的经文呢 有三个方面 领受全病的聚集 那还有就是两三个人的聚集 还有奉耶稣的名的聚集 那这都是18节19节20节 那在圣经当中呢 我们想可以分享有个人 就是伊利亚 伊利亚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先知 大家也提到伊利亚 没有人不知道的 在伊色列的历史当中 他们对伊利亚也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说对伊利亚来讲 他是一个很有能力 并且影响当时的时代的一个先知 但是呢 你会发现他的服饰呢 也是非常的无力 充满无力感 他为什么他很无力感呢 我们看这个在这个王上 《猎王记》上第19章里面 整个内容当中讲得非常的详细 我们知道这个伊利亚 跟这个巴黎的先知 850个先知 他一个人干掉了850个先知 并且真的是天上降火 把那些人都烧死了 然后后面又降了大雨 伊利亚就看到一个巴胀大的 一个小云才 然后就说赶紧跑 马上要下大雨了 你会发现 伊利亚真的是在当时那个环境下面 他一个人可以跟那么多人打仗 征战 但是最后呢 这个当时耶稀别说了一句话 今天我必取你的性命 结果这个时候伊利亚就开始逃跑 逃跑的时候在路上 哎呀他就不想活了 死了算了 850个先知 虽然说当时被杀了 被杀被击杀了 他就以为整个伊色列民会回转归向神 但是一看伊色列民没有什么反应 他们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悔改的行动 再加上当时他又被追杀 他整个人一下子就没有力量往前走了 他就在一个螺腾树下 就开始躺在那睡觉了 反正也不想走了 然后就在上帝那里说 主啊你让我死了算了吧 我不想活了活着没有意思 你看福士这么这三年半的时间 辛辛苦苦等了三年半 期待着伊色列民族大复兴 结果呢什么都没有 他也没有看到那个所谓的民族大复兴 他非常失望非常的失望 那这个时候天使拍拍的肩膀说 起来吃吧 跟他说了一句话说 你当走的路还有很远 甚远 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 然后呢 后面我们看到在第九节里面又说了说 神就问伊利亚说 你在这里干什么 伊利亚说 我在这里为你大发热心呢 那他还觉得自己很守灵 他说他们都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 但神怎么回复伊利亚呢 神回复伊利亚说 我还留了七千个未向巴黎去弃的 为什么伊利亚她的事从当中 经历这么大的一个挫折 甚至都放弃了 甚至都不想继续服侍下去了 你会发现自从这次事件以后 伊利亚后面基本没做什么事 说后面神就对伊利亚说 你去做两件事 第一个去高耶护王 第二个去再拣选一个什么呢 先知来接替你 那就是伊利沙 为什么伊利亚她的人生 服侍的这么的软弱呢 看起来很强大的一个先知 但后面却为什么这么软弱 就是因为她说 只剩下我一个人 是她自己这么认为的 也正是因为她这样的认为 所以说她就一个人侍奉神 那她因为她一个人服侍主 所以说她就感觉到 非常的软弱 说不要单打独斗嘛 说神说 我还留了七千个未向巴黎去弃的 这七千个人当中 难道你都找不到一个同工吗 七千个 但她就觉得这七千个都不属灵 就她一个人属灵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 我们很难找到同工 是因为我们总是看别人的毛病 我们总是看别人不如我们 或者说别人不够强大 别人不够属灵 所以说我就懒得跟她同工 觉得她就是个脱油瓶 带上她 简直每次出去传福音都是麻烦 她经常说错话 要么就是做一些事情 看着都不顺眼 那是啊 如果你这样去做的时候 当然一个人的确是 有的时候做事是雷厉风行 非常果断 像伊利亚的人 我觉得他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不但是非常聪明 做事肯定是雷厉风行的一个人 可能带一个同工出去 可能真变成脱油瓶的感觉 那但是上帝却 把他的国度却交给是一个小的团契 而并不是说只是给一个人 一个人可以服侍 但是呢 一个人却不能服侍很远 你可以飞得很高 但是你不能飞得很远 因为一个人实在是非常的软重 很容易跌倒的时候 没有人帮助你 那我们分享这几个方面 我们看一下 就是第一点就是领受 权柄的一个聚集 也就是说上帝把他的国度的权柄 是给了一个小团队 他不是说给了一个人 而是给了一个小团队 那当然在马太福音里面 我们看到就是说 耶稣对彼得说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而因尽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也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那在这里面指的给你 其实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教会 就是给一个团队 给一个小团队 说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也是说到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没有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你注意这里面的词汇 非常的重要 你们而不是你 特别强调就是你们 强调的是教会 强调的是一个小团队 那所以耶稣也是说 我父乐以罢国 给你们这一小群人 那在刚才我们读的 这个十八节的经文当中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我是人 所以我就把这个权柄 给你们了 并且已经给了 这圣经里面描述说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天上要捆绑 地上所释放的 天上也要释放 你会发现这个权柄 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可以有生杀大权 就像以前这个古代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些 倾差大臣都拿着这个上封宝剑 那其实就是皇帝驾到了 虽然皇帝没有亲临 但是他拿着这个皇帝的 这个上封宝剑 然后当他到了之后呢 那所有的百姓 也是要服服下拜 然后要抓谁就抓谁 要判谁行就判谁行 要释放谁就释放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样的经文当中 也是在表达 我们就是上帝的 一个钦差大臣 并且指的就是说 是一个团队 不是一个人 而是几个人 我们可以成立一个 这样的一个团队 我们知道教会呢 在原文当中也叫做 Ecclesia 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上帝所呼召的一群人 在一起的聚集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一群重生得救的人 在一起的聚集 那上帝把他的权柄 给的就是教会 那我们怎么样 才叫教会呢 你一个人不叫教会 一个人不叫教会 当你几个人在一起 其实才能成为教会 他才会发挥教会的功能 所以说神的权柄 是给一个团队的 而并不是给一个人的 那在马太福音 也特别告诉我们说 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 都给了我了 那都赐给耶稣了 耶稣并且把这个权柄 今天也给我们 也继续地授权下去 那耶稣他愿意 把这个权柄分享给我们 他也愿意继续地授权 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那天上捆绑 不是我们地上捆绑 天上捆绑 地上释放 天上释放 大家要注意 这个地方所讲的 讲的第一个就是说是教会 第二个讲的就是福音 而并不是说 你想捆绑谁就捆绑谁 你不能说拿着信仰去出气 主啊 那个人我看他不满意 把他给我绑了 主啊 把他给我修了一顿 有些基督徒还真的是 可能有这种心情去祷告 但上帝没有听你的祷告 听你的祷告的话 这个世界可能都要灭亡了 有的时候我们一气之下说 哎呀这个世界的人都该死 你这一句话下去全死完了 怎么办 就是上帝没有听我们的 很多时候没有听我们的祷告 是什么呢 是因为你不在福音里面的祷告 在福音里面的祷告 神一定都听 以福音为中心 以上帝为中心 刚好这个牌子 大家注意没有 换了一个新的是不是 箴言书十六章第三节 是不是 你看一下 就是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他必为你成全 那这里面讲的就是你要委身 是吧 你看英文讲比较清楚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牌子 就是你要委身耶和华 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 你都要委身神 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 你都是以神为中心 你委身于他 你所做的都必成 不是你的事情成了 而是上帝的事情成了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 以神为中心 以福音为中心 并且我们会发现 你真的是不管做什么事 就一定去做成 因为这是上帝的能力 所以圣经也是告诉我们保罗说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福音是有能力的 它是有权柄的 那很多时候 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没有权柄 我们没有把这个权柄活出来 那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没有活在福音里面 我们没有以上帝为中心 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事 委身给神 而是让上帝委身我们 这个角度不一样 常常就是把上帝当成仆人 来受我们的差遣 来被我们使用 其实不是这样子 而是我们要委身于福音 委身于上帝 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经文当中 也是告诉我们 怎么样才能够活出这个权柄 就刚才教会还有福音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在启示录里面说到什么呢 弟兄圣伯他是因为羔羊的血 那还有神的道 还有什么呢 就是他们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生命 其实就是为主愿意摆上的一种生命 就愿意牺牲 愿意流血 愿意舍命 那其实就是三个方面 就是耶稣基督 然后呢神的道 然后呢就是没有自己 这个基督徒才能够真正的 活出那个属灵的权柄出来 所以说在启示录的十二章 讲到这个 就是基督徒跟撒旦之间的战争 那我们昨天晚上查经 也特别讲到了这个启示录 十二章 十三章 十四章 那翻来覆去 说的都是同一件事 当然里面有一些层次的一些变化 我们也在那个小组当中 也特别有讲 那我也会把这个启示录的分享 发在这个 这个YouTube上面 那如果弟兄姐妹感兴趣 也可以继续听 那就讲到了关于这个 基督徒与撒旦之间的战争 那基督徒怎么得胜呢 那耶稣基督得胜了 那天使得胜了 但基督徒你怎么能够得胜呢 那就是因为福音 因为羔羊 因为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留学舍命 因为他的道 因为神的道 然后并且是 我们愿意为道 而付上生命的代价 这样才能够 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那在这里面就讲到了 全病已经赐下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活出来 是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活在福音的里面 所以我们不管是讲道 不管是聚会 不管是做什么事 我们都是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中心 所以我们后面继续继续的分享 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点 就是两三个人的聚集 在十九节特别讲道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的求什么 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们成全 那在这里面讲的就是两个人 三个人 后面又讲到三个人 两三个人 只要聚集的 其实这个时候就有事情发生 神的能力就会临到 那当然要做什么事呢 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 两三个人聚集 同心合意的祷告 但是我们要去看这个马太分音第十八章的时候 如果你看一下上下文 你不要我们只是光注重一个片段 我们要看这个整体 在那段经文当中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 倘若有弟兄得罪你 这个背景 倘若有弟兄得罪你 你就告诉他 他的问题在哪里 倘若他不改 然后呢 你就再找一个人 过来告诉他他的问题 他还是不回改 然后就告诉什么呢 告诉教会 如果他还不改 怎么样呢 把这个人赶出教会 那只讲了这样的一个背景 然后后面又继续讲说 你要跟你的弟兄和好 你要饶恕他 七十个七次 你要饶恕他 你要赦免他 然后后面才讲到了同心合意 才讲到全病的赐下 你去看整个背景 其实就是讲到了 教会同工们在一起 或者弟兄姐妹在一起聚集 一定会发生冲突和矛盾的事情 那这样的事情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面对他 那不能说我不去面对他 我不管他 那教会就会失去能力 教会就会失去全病 因为所有的问题 不去面对 不去处理 不愿意去跟弟兄姐妹 有深入的相交 一旦深入的相交 一定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那但这些不愉快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一起 彼此认罪 一起悔改 一起往前走 那说在这里面 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那其实讲到了 其实就是我们要更深入的团契 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 和冲突在里面 那是怎么样能够更好的 深入的团契 那也是在马太平 整个第十八章的经文当中 一直在鼓励大家 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饶恕 怎么去爱别人 怎么样去原谅别人 这样整个背景下面 讲的一段经文 那在圣经当中 我也是在写这个讲章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有一个人 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 叫基电 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得 这个人应该是蛮熟的 是不是 然后呢 当时基电呢 要率领 哇 这个伊斯利民 要去跟米电人打仗 当时要打仗 这个时候神对这个基电说 哎呀 跟你的人太多了 三万两千人 三万三千人 太多了 不行不行 太多了 还不行不行 是三万两千人 看是不是多写了 多写了一千人 抱歉 是三万两千人 我多写了一千人 那刚开始三万两千人 神说不行不行 太多了 我不会把这个米电人 交给你们的 然后后面 说完以后呢 他说如果现在胆怯的 就可以回去了 然后这个就剩下了什么呢 剩下了一万人 这个时候神说 哎呀 人还是太多了 不行不行 还是太多了 我也不能把这个米电人 交给你们 这个时候凡是什么呢 当时就说了什么 凡是跪着舔水的 然后呢 就是说捧着水喝的 就是非常谨慎的那批人 就是站着 就是舔水 然后用手捧着喝的 最后只剩下了三百人 然后呢 其他的 这个九千多人又回去了 九千七百人 也回去了 然后只剩下了三百个人 神说还是太多了 虽然是没有说太多了 他说什么呢 倘若你怕去 就带你的仆人普拉 下到那营地里去 当时神就对这个基电说 你去到这个米电人的 这个营帐里面去 当然你再带一个人 你们两个人去 这个时候 他们去了以后呢 就听到他们 当时的那些军营里面 敌人的军营里面 他们正在做梦 梦见了一个什么饼 突然滚在他们当中 结果整个营都被毁掉了 整个军队都被散掉了 当时他们就听到了这个信息 上帝就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 告诉他们 你看从三万两千人 到一万人到三百人 最后却锁定在了两个人的身上 这就是神国的一个奇妙的地方 人太多了 上帝不是在于人多人少 而是在于是否这两个人 能够同心同行 所以在今天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什么 同心合一的祷告 同心合一的祷告 其实并不是说中间没有矛盾 这个很关键 神没有说同心合一祷告 其实就是你们中间 你好我好 大家都好 从来不会发生冲突 从来不会发生矛盾 从来都是看对方都永远顺眼 没有这么说过 是不是 圣经有没有这么说过 没有 怎么样才能够同心合一呢 里面一定会有 彼此认罪悔改的过程 一定会有彼此饶恕的过程 一定会有彼此接纳的一个过程 如果没有这些 是不可能同心合一的 你不可能突然拉一个陌生人 两个人就同心合一了 不可能 同心合一的团契 弟兄姐妹不要以为 这是很容易出来的 它不太容易 是需要你们有深入的相交 需要你们彼此的坚持 需要你们彼此的尾声 你不要以为说 我突然到了别的教会里面 拉了一个弟兄姐妹过来 觉得两个人谈得挺好的 两个人就开始坐在那里祷告 就以为就同心合一了 因为你们没有冲突 你们以为的同心合一 那是一个假象 那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同心合一 但是你如果跟一个弟兄姐妹 你非常深入了解很多年 然后最后你们彼此饶恕 接纳继续往前走 那才是同心合一 所以说那些很多时候 我们总是想找一些 不认识的人 突然之间跟他同心合一 掏心掏肺的 其实你发现那些都是假象 那些都是假象 并不能持久 最后你跟那个人 从开始不熟悉 到最后又熟悉了 也是走不下去的 为什么呢 也是不顺眼 还是受不了他 他也受不了你 所以说就像 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 真的是很可怜的是什么 就是他不断地换教会 他不断地去跑 感觉这个教会也不顺眼 感觉那个教会也不顺眼 结果最后他跑了 很多很多的地方 他就没有卫生进去 结果最后什么呢 他就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团气 他也没有经济到什么 叫同心合一 他没有办法去委身 同样别人也跟他 没有办法去委身 彼此委身 说同心合一的团队 其实就是 你到了一个教会以后 你就扎下来 然后呢 你就跟大家一起往前走 虽然有冲突 有矛盾 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彼此包容 彼此接纳 那我们就认罪悔改 所以说同心合一的团队 其实是一定要处理罪的问题 一定处理罪的问题 并不是说没有罪 也不是说没有罪 就以为到了一个教会以后 就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天堂 所以说弟兄姐妹要注意一点 就是到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不是天堂 耶稣还没有来 所以说要等一等 不要急 要慢点来 要等一等我们的弟兄姐妹 成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地上不是天堂 教会也不是天堂 它只是天堂的一个缩影 就是还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 所以说有一群人在一起 他们就自然会发生冲突 发生矛盾 那所以说怎么样才能同心合一呢 就是一定要彼此认罪 那彼此接纳 互相的包容 就像这个雅各书里面所告诉我 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好叫你们得到医治 就是当我们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的时候 神的医治的能力 那就会降下来 恩高也会降下来 全病也会临到我们 所以有的时候 教会真的是不在于人多人少 而在于有没有同心合一 有没有大家彼此尾身 继续往前走 这是最关键的因素的所在 那就像这个约翰·魏斯里 也特别说过一句话 那他说给我一百个人 只要他们除了恨无罪 其他都不怕 就是恨无罪以外 那不管他们是讲道人 还是平信徒 就可以震动地狱的门 然后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度 他里面也特别强调 就是说 只要这一百个人当中 真的是对付罪 一起来克服罪 一起来恨无罪 一起来往前走 那并不是说没有罪 并不是说没有罪 基督徒还是有罪 就是说我们只是说 上帝从地物上来讲 透过耶稣基督 看我们是一人了 称我们为义了 但是我们还有生命 秉性当中 还有很多的不完全 有些毛病 有些各种问题 还在我们的里面 但是我们还在成长的路上 所以说这里面就讲到了 同心合一的团队 这个同心合一的团队 就是继续的承认罪 认罪悔改 并且彼此认罪 才能够产生出来的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认罪的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认为是个人的事情 当然圣经里面讲到 关于认罪 有很多内容是讲到个人 个人跟上帝之间的祷告 个人跟神之间的认罪 但是呢 其实圣经里面讲到的 叫团体性的认罪 那富士德他写过一本书 那富士德他写过一本书 是什么呢 就是叫做属灵操练 就是属灵操练礼赞 那他里面特别讲到了 就是把这个认罪的这个部分 他放在了团队操练里面 他特别有意思 他也特别写 他为什么把他放在团队操练里面去 而没有写在这个个人操练里面 他个人操练了默想啊 静默呀 祷告呀 他把他放在了个人那个地方去了 这些这些禁食啊 他都放在个人了 但他却把认罪 放在了团队的这个板块里面去 他特别知道 他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团队 才可以让一个基督徒 真正把罪的问题 慢慢慢慢突破掉 因为你个人 你说完以后 你就没有意识了 没有人监督你 没有人帮助你 过去也就过去了 然后你后面遇到那个问题 你再次在那个问题上犯罪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 我们有些问题 总是克服不了 因为你缺乏同伴 你没有属灵小伙伴 过来监督你 提醒你 人就有种惰性了 人性都有 里面都有种惰性的 就是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 每次一犯罪 啊主啊我又得罪了你 哎呀主啊对不起 饶恕我赦免我 哎呀哭得一把鼻子一把泪的 啊主啊饶恕我 但是你没有同伴 过了没几天 你又在那个世界上又跌倒了 你又不知不觉犯了那个罪 这就是什么 你没有同伴嘛 但如果说你告诉一个同伴 当然那个同伴你要为人家保密啊 你动不动 人家一告诉你 你他的弱点 哎你就把所有 恐恐恐恐 唯恐天下人没有人知道 然后就告诉所有的弟兄姐妹 那个谁谁谁啊 他还是个教会的同工啊 他还有什么什么问题 千万不要这么做啊 这样团队是什么 是保密的啊 是彼此的 尾身的 你不要 我们中国有句话是什么 家丑不可外扬 是什么意思 就是 当然我们不是说 家丑不可外扬 就是不是说 就是为他包庇 不是 而是帮助他 帮助他 而是要遮盖他 为什么在这个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讲到 唐罗有弟兄得罪你 你会发现 他的这个进程也是一步一步的 他不是说 一下子就跑到了全教会都知道了 而是什么 如果有一个弟兄得罪你 你看到他的问题 你一个人先过来跟他讲 如果他听你 那你就得到了那个弟兄 如果他不听你 你再找两个人过来 如果两三个人 他还是不听 在告诉什么 全教会 如果教会还不听 他教会都警告他 他还不听怎么办 圣经怎么描述 赶出教会是不是 没有说直接一下子就赶出教会 没有这样子的 其实就是说从两三个两个人 你跟他一个人 然后三个人四个人 然后最后是全教会 然后最后才是赶出教会 这里面有个进程 其实就是一个隐私的保护 也是一个安全的保护 那就是说一步一步来 那时候我们发现 那教会就是说 你当两个人一起 你告诉他对方 哎呀我的弱点是什么 哎呀我常常在那个事情上 容易跌倒 好不好请你帮助我 我们一起彼此认罪 其实你认罪有的时候 不见得是得罪他 你得罪神的事情 你也可以跟他讲 然后你告诉他 然后他就特别为你上心 然后呢他就打电话 哎上个礼拜 有没有犯 他就鼓励 其实他这么一问 哎呀我又不小心又犯了 他说下次要注意了 那第二次又打电话 你会发现你 慢慢慢慢你就克服掉了 这就是团队的好处 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松懈 你很容易有惰性嘛 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 教会很多时候 我们个人很难经历 这个深入的团契的关系呢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怕 我们觉得认罪是自己私人的事情 我怕跟别人一说 别人给我抖出去了 等等这种不安全的因素 各种原因 我们最后导致我们不敢分享 也不敢说 那反而是我以前听到有一些 也在美国有些教会 听到有一个例子讲到 有一个长老 他酗酒很多年 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知道的 有一个教会的长老 他酗酒很多年 他就是离不开酒了 每天都要喝 并且要喝得鸣顶大醉 当然他不会把这一面呢 让弟兄姐妹看到 但他自己在上面苦苦挣扎了很多年 他都克服不了 他跟弟兄姐妹都不敢说 他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说的地方 但他突然有一天发现 有个叫戒酒团契 他就匿名参加 他过去参加的 他没有说我是某一个教会的长老 他不敢讲 他也不说 他就是一个不认识的人一样 就是到一个陌生人 当然到一个陌生人面前什么呢 他反而比较有安全感什么呢 没有人认识他是谁 你喝酒不喝酒 反正也不影响你的名声 他就到了一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他就开始 当然也是个基督徒的 一些戒酒的团契 他就在里面 然后告诉大家 我酗酒 然后他就跟大家说 说完以后呢 他就在里面开始成长 过了没多久 这个酒就戒掉了 他开始找到一个团契 当然 为什么他在自己的教会 却没有享受教会的团契呢 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 是不是 为什么我们今天 很多的弟兄姐妹 你在自己的教会 却没有享受到 真正的教会的团契 反而到了一个 陌生的教会 或者说是 甚至是跟教会都不挂钩的 这是一个什么 某一种组织 或者戒毒 戒酒团契啊 或者戒烟团契啊 各种团契 为什么你 去到那个状态里面了 那是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 当然那个也有好处 也有好处 我不是说那不好 而是让我们教会反思 教会却失去了教会的功能 本身不是教会 却表达了教会的功能 那这是我们一个 那对我们教会来讲 也是一个很深的反思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 很多弟兄姐妹 在罪的问题上 始终都很难突破 原因就是这个 那就是我们没有两三个人 那我们我们缺乏一个 属灵同伴 所以说我们常常在 那个事情上跌倒 没有人帮助我们 那所以说在这里 也是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要找到 那属灵同伴 同心合一的团队 并不是我们认为 好像我们今天 两个人想法一致 觉得好像分享还不错 坐在一起 就马上就变成 同心合一的团队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需要时间 需要接纳 需要完全的 彼此的敞开 然后更加深入的 往前走 那个才叫做 同心合一的团队 所以说其实 这样的团队 其实在家庭当中 是更容易成立的 因为你的太太 你的家人 跟你常常是在一起的 你跟他真的 同心合一的时候 那他叫真的 同心合一 那才是真的 因为你们本身就 经过了那个 冲突的阶段 不断破碎的阶段 你们重新 回到神的面前 一起往前走 那是真正的 同心合一 并且彼此敞开的弱点 然后就可以互相帮助 所以为什么说 叫家庭祭坛 其实就这样的意义 是教会的功能 在家里面 也是可以活出来的 可以实现出去的 那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 最近也是 嘉兰姐妹呢 他特别也是在从台湾 订了这一套书 那就是讲到了 上帝教导我们 个人祷告 那上帝教导我们呢 就是家庭祷告 上帝教导我们 教会祷告 你会发现 为什么他把教会 放在了后面 那是不是 先个人 家庭 然后到教会 是不是 那其实 道理上来讲 其实教会 应该放在前面嘛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有的时候 反而是个人 家庭 然后到教会 那这样的一个 一个进程 那其实就是表明 那我们需要 那更加小的团契 首先你跟神的团契 然后呢 你跟你的家人的团契 然后慢慢慢慢 最后才是 整个教会的一个 氛围的转化 也就是说 很多的教会 如果没有家庭 这样的一个祷告 也没有个人的 跟神的很好的关系 这个教会呢 它基本失去了 教会的功能了 它只是一个 维持一个 正常的聚会而已 我们可以说 把它称为一个聚会 或者礼拜 我们基督常说 哎呀 做礼拜 做礼拜 那这个教会 只保留了 做礼拜的功能 除了做礼拜的功能 其他功能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它没有深入的团契 它没有深入的相交 它没有同心合业的团队 出来 它没有上去的 全并的领导 所以这个教会 你会发现 传福音也没有能力 各个方面都没有能力 就是因为 它失去了这样的全并 那这基本上 可能这个月底 可能会到 到的时候 到时间 大家就跟 嘉兰姐妹特别联系 大家继续购买 这个是购买 因为她自己先买下来 就是说 就是完全是成本 就是说所有的 到时间大家可以来买 我们教会呢 到时间可以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我们从个人到家庭 然后一直到 我们整个教会 开始往前推动 所以这就两三个人的聚集 我们看到就是第三点 我们看第三点 那我们刚才讲的那几本书呢 其实它叫做叫国度 也就是我们把它称为 复兴祷告小组 简单也是 稍微说明一下 就是什么叫做复兴祷告小组 其实就是两三个人的祷告 就是大家一起祷告 那祷告的目标呢 那就是神国度的复兴 而不是你自己的愿望被实现 不是我今天想做一个发财梦 然后找到两三个人 然后请大家为我祷告 让我发财 或者说让我的这好那好 全家都好 就是完全要祝福 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而是真的是以神的国度为中心的 所以我们就讲到第三点 奉耶稣的名聚集 奉耶稣的名聚集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奉耶稣的名聚集 其实就是以上帝为中心 那不是以我们个人为中心 也不是我们的需要为中心 教会不是满足弟兄姐妹的需要 大家特别要留意这一点 当然对于我们教会的服侍的同工来讲 那我们第一 我们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第二我们成为弟兄姐妹的仆人 我们服侍大家 我们尽量就是想到弟兄姐妹 所有的需要去帮助大家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以神为中心的 所以教会并不是说 我们活着的目标 就同工们一起做事 都是满足弟兄姐妹的需要的 这不是目标 这只是说 我们因为服侍神 又服侍弟兄姐妹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教会它不是说 只是说以人为中心 不是这样子 而是以神为中心 所以说在这里面讲到了 奉耶稣基督的名的一个聚集 那么为什么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呢 其实就是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 我们要讨主的喜悦 让我们避免进入到我们自我中心的里面 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说到说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 必成就 还有就是说 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 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 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我们常常把前面的几句话给忘记了 就是说奉主的名的事情忘了 然后我们就以为一祷告神就成就了 那我们甚至就觉得 主又成就了我的祷告 但是我们常常发现 我们那个祷告的方向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那偶尔可能也被成就 但是不见得对你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帮助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 以上帝的名去祷告 去做一件事 无论行什么事 你会发现神都必来成就 因为上帝成就的不是你 是上帝的国度 因为你的祷告正在神的国度上面 你的祷告正在福音的上面 上帝听到这样的祷告 开心得不得了 那马上就开始行动 但是上帝一听到 全是你自私的祷告 今天是这个吃的 明天是那个用的 神都听得都烦了 天天都要自己的东西 如果一个小朋友 天天为自己要东西 你做父母的 你觉得怎么样 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 当然有的时候 你也会给他 是不是 因为他的确需要 会不会给他 因为他需要 你也给他 虽然不开心 还是给他 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他需要 因为比如说爸爸 我今天要上学 什么要些什么东西 你可能就要给他买 但是你知道 他常常是为自己 但你还是会给他 因为有些东西 他的确是需要 那没有办法 还是给他 但是你并不是 他所有祷告 你都会停 有些对他有坏处的东西 你一定是不会给他的 因为他是自私的祷告 或者有些 可能对他有好处 但是给他 也没有什么意义 那你也可能 也不会给他 但如果是以国度 为中心的祷告 上帝听到以后 开心的不得了 所以说如果有一天 你的孩子 要给你要一个东西 是为你着想的 是不是 比如说爸爸 我想给你买 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可不可以给我点钱 哇你很开心 是不是 很开心的给他 那这就是概念 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一个人 当你真正以神 为中心的时候 神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然后并且非常乐意 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是因为这事 本身就是神 本身心中所想的事 正好你祷告出来了 神当然很愿意听 所以说你们若奉耶稣的名 无论求什么 神都必为我们成就 不要以为就是 这句话 如果你要把它 脱掉这些 所有的这些 弹章起遇的话 就以为我要什么 上帝就给我什么 不是这样的概念 而是以神国度的祷告 以福音为中心 以神为中心 以基督为中心 这就是奉耶稣名的 一个意义 价值的所在 所以说我们 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神的名 我们看到当时的 以色列民 他们在这个旷野的时候 他们违背神的心意 当时摩西从山上没有下来 以色列民呢 他们就对这个亚伦说 他说起来 为我们做神像 可以在我们前面一路 你会发现 他们就不是奉上帝的名了 他们什么 为我们 不是为上帝 你会发现 以色列民 他们把神的约会 也变成了为他们 本来神的约会 是神所吩咐要建造的 那但是以色列民 也把约会变成了 什么是偶像 其实偶像很简单 就是为我们自己 就是为我们自己 重点并不是那个牛犊 并不是那个牛犊 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面 这个牛犊就是他们的耶和华 其实他们说 这是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 但是并不是那个牛犊 是那个什么 为他们自己 为他们自己 这就是奉他们的名 这不是奉主的名 而是奉自己的名 所以我们要奉耶稣的名的意思 就是以上帝为中心 而并不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 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聚集的话呢 是以基督为中心 以神的话语为根基 以神的话 然后并且呢 以神的爱来团契 那我们聚集的目的呢 不是为了 只是在这里聚集 而是为了分散 那这个很重要 我们不要以为 就像当时的彼得 雅各约翰 他们在山上很开心 主啊 我们在这里搭三个棚 不要下山了 就在这里好了 然后我们就不要下去了 其实是团契还是要分散的 所以今天我们成立祷告团契 但是我们有一天 我们知道我们还是要分散 分散的目的不是说 我们不开心闹别扭了 一拍而散 不是 而是什么呢 去建立更多的团契出来 比如说你们刚开始聚在一起 三个人四个人 最后你们每个人 再去带一个团契 再去带一个属灵的祷告小组出来 你发现从四个人 那在四四就变成十六个人了 是不是很快 当然从时间上来讲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你会发现每个门徒 都是非常扎实的 只要你专心慢慢地去做 这就是一个 那子力型的教会的团契 我们今天分享了三个方面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 领受全病的聚集 那两三个人的聚集 奉耶稣基督的名的聚集 那这里这三个方面 都非常非常重要 那当我们教会在一起 我们一起推动这个属灵团契的时候 那两三个人他这种属灵的祷告小组的时候 那弟兄姐妹要特别留意 我们要抓住的这些核心在哪里 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 他要把他的国度给这一小群人 而并不是给一大群人 那所以说神把他的权柄 给的也就是两三个人 那这两三个人呢 他们是怎么样的两三个人呢 他们可以在一起 同心合一祷告 这个同心合一祷告 并不是想法一致 而是什么呢 他们已经愿意接纳彼此 愿意彼此认罪 甚至有些罪 可能不是彼此得罪的罪 而是就是我们把这个罪 跟神之间的罪 我们说出来 请我们的这个团员 来帮助我们 然后监督我们 每一个礼拜打电话提醒我们 你会发现我们才越来越圣洁 最终我们发现这个团契 就成为一个被神所使用的小组团契 最终还有我们知道 是以耶稣基督的名的聚集 而不是以我们的名 也不是我们的需要 也不是我们的追求 而是完全委身到上帝的里面 以神为中心 上帝的热心 必定来成就这事 那么最后还是回到 这个伊利亚的这个故事上面 今天上帝也是在对你说话 起来吃吧 因为我们的确是很累 很辛苦 很不容易 我们今天在这条 手中的道路上 也是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 甚至有的时候都想要放弃 但是今天上帝会对你说 起来吃吧 你要走的路还有很远 不要天天说的 主来了主来了就以为什么都不用干了 当然主来了是 的确是近了 的确是近了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还要走的路 还有很远 这个时候 你会怎么做 神就带我你第二个问题 你今天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就说 主啊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爱主了 只剩下全教会啊 就我一个人属灵 没有属灵的人了 我找不到一个属灵的小伙伴 因为就我属灵 别人都不属灵 所以说我没有属灵小伙伴 这个时候 神就对你说 我还留了七千个 未向巴黎屈气的 虽然平时你看到那个人 怎么看都不像个属灵人 看他就感觉 他这么多一身臭毛病 怎么他还是那个 被上帝留下的 七千个人当中的一个 其实今天上帝就是告诉你 你所常常看不到的那些人 甚至看着他们不属灵的那些人 其实他们是神的选民 他是神特别拣选的 的确还有很多不完全 但他就是那七千个 未向巴黎屈气的 说弟兄姐妹 今天你不要说 你找不到属灵小伙伴 其实你可以很容易找到 非常容易找到 只是说你不愿意去找 你总觉得就像尼利亚一样 总觉得自己属灵 没有一个人属灵 当然你自己属灵是对的 自己属灵是对的 但是总觉得自己属灵就不对了 我们爱主属灵都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只认为自己属灵 总看别人不顺眼 总觉得没有什么 属灵小伙伴可以一起同步 往前走的 这个不是神想看到的结果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你会越来越孤单 最后你一个人实在走不下去 就提前见主了 当然你可能好得无比 提前见主好得无比 你看尼利亚你会发现 自从这次事件以后 尼利亚后面没做什么事 就是那个大战850个先知以后 后面神看他就不行动 他就不想动 好好好两件事 最后两件事你干了就行了 第一件去告那个耶护威王 第二就是去检险伊利沙 好了他的使命就完成了 后面就结束了 本来前面说你要走的路甚远 结果他没有继续走下去 好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 神在对我们说话 我们来一起来祷告 那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一同来感谢你 是的主啊 今天你要向我们说话 是的 我们要走的路还有很远 主啊 你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期待 还有很多 你期待我们 要被你大大的使用 期待透过我们 真的是可以建立 更多的属灵团契出来 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 去传扬福音 回应大使命 使更多的人来到神里的面前 主啊 我们今天承认我们的软弱 承认我们自己的不属灵 我们所谓的不属灵 是我们常常觉得 自己属灵 别人不属灵 是的 主啊 这不是你所要的 你所要的是 让我们去接纳别人的不完美 接纳团契的不完美 接纳小组的不完美 接纳教会的不完美 接纳我们妻子的不完美 接纳我们丈夫的不完美 我们一起同心合意 靠着主的恩典 继续往前走 带着一颗期待的心 带着一颗祷告的心 带着一颗彼此监督 彼此团契的心 也带着一颗彼此认罪的心 一起往前走 主啊 求你继续来祝福 我们凯旋门教会 主啊 成为合理心意的教会 成为真正的 神你所要的团契的教会 主啊 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做新事 做大事 求一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Amen Amen